支持朱婷还是张长宁回归中国女排呢? 随着时间进入2024年,本赛季的女排联赛也进入到尾声, 四强球队已经产生或由于今年有巴黎奥运这样重要的赛事将会举行, 也让本次联赛成为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 为了能够更好地争夺奥运参赛名额和在奥运会上有优异的表现。 国家队主教练蔡斌正利用本次联赛举办了契机来考察人才, 因此除了最后的冠军悬念受到关注之外, 球员们有怎样的表现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会产生影响, 甚至会成为自己进入国家队的最后一次证明机会。 当然,想进入国家队的不仅包括了年轻球员, 还包括了部分老将。 相比较年轻球员而言, 老将想证明自己的实力之外的过程更加困难, 尤其是备受关注的主攻位置涌现了不少让大家十分惊艳的新人才。 像来自江苏女排的主攻手吴孟杰, 上海队的众会以及天津女排的新秀王一竹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表现更加优异,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在女排也需要更新换代的大背景下, 她们的这种表现让自己看到了进入国家队甚至争夺主力位置的希望, 也给老将们带来了竞争压力。 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两位老将是朱婷还有张长宁, 两人目前都已经回到赛场, 但是现状却有所不同。 作为中国女排曾经的核心球员, 两人曾经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绩, 其中步伐时隔12年再度站在了奥运的最高领奖台。 而在殷商远离赛场之后, 两人都经历了漫长的调整期, 才实现重返赛场的目标。 不过在重返赛场之后, 两人的重心却不再相同。 张长宁虽然在今年才实现重返赛场的目标, 不过在回归赛场之后就渴望帮助江苏女排争取本年度的联赛冠军, 打破天津女排的垄断。 通过优异的表现赢得认可, 实现重返国家队的目标, 焕发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 朱婷的表现则有所变化, 虽然在前年的10月份就实现了回归赛场。 不过如今的朱婷将事业的重心已经放在俱乐部赛事上, 对于国家队的召唤三番两次的拒绝, 即便是女排在遭遇低谷期时, 朱婷依然没有回归, 这与巅峰期为国出战的形象有了较大的差距。 如今张长宁回归赛场, 中国女排虽然侧重于使用老将, 不过同一位置上很难出现多名老将。 张长宁的积极表态与朱婷不愿回归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在使用老将方面, 蔡斌很有可能一针见血地选择张长宁, 而不是朱婷。 那么更支持朱婷还是张长宁回归中国女排呢? 欢迎留言讨论。